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致一般就意味着好而少 就像现在西方国家的西餐一样 抖大一个盘子中间 吃食就只有拳头那么点 更令人窒息的是 清朝秉承着要想小而安 三分饥和寒的育儿理念 为了皇帝的健康着想 绝不能让他吃饭 所以对于一个政务繁忙 操心天下事的成年人而言 即使有二十几盘菜 他也是吃不饱的 这事末代皇帝溥仪也经历过 他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 饿得到太监屋里抢东西吃 抓起肉肘子就往嘴里塞 最后被太监连哄带骗的给抢了回去 这真是连普通家庭都有点比不上了 都说明朝皇帝多奇葩 万里皇帝更是懒得出喜 当了四十八年皇帝 三十年都不上朝 结果专家打开礼幕后 才知道他有个大大的苦衷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 探秘历史原创制评 在下方菜单栏往西风采中即可观看